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4月28日星期三的第二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最新的國際局勢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英國駐日本大使館就證實了 伊麗沙伯女皇號航空母艦打擊群 將會去到日本和韓國的港口停靠 而且日本媒體還說 英國將會聯同16個國家 舉行聯合軍事演習 明顯就是劍指中國 第二宗消息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較早前到了廣西進行考察調研的工作 他到訪桂林的時候 就專門提及到雙綱戰役 他說 紅軍將士是死於歸 向死而生 一往無前 靠的是理想和信念 這番說話 被外媒認為是意有所指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 英國那艘航空母艦的行程 將會如何 根據日本媒體《產經新聞》的報導所說 英國和日本政府已經達成了共識 伊利沙伯女皇號航空母艦打擊群 將會首度停靠日本港口 並且會聯同日本自衛隊進行聯合軍事演習 而英國駐日本大使館也證實 伊利沙伯女皇號 在5月份 將會率領皇家海軍艦隊 洗經亞洲海域 並且 會停靠印度 新加坡 新加坡 韓國 和日本港口 英國國防部說 今次的部署 將會包括了 英國皇家海軍的驅逐艦保衛者號和鑽石號 巡航艦肯特號和李士滿號 以及F-35B的戰機參與 預計將會持續大約28個星期 跨越26,000海里 國防部強調 今次部署將會加強印太地區的 防務夥伴關係 通過和新加坡 印度 日本 和韓國的接觸 將會加強和這幾個國家的安全關係 政治關係 以及 會為英國的出口 和國際貿易議程提供機會 另外 伊利沙伯女皇號航空母艦打擊群 將會和16個國家 舉行聯合軍事演習 哪16個國家 日本 澳洲 加拿大 紐西蘭 法國 阿聯酋 丹麥 希臘 意大利 土耳其 以色列 印度 阿曼 韓國 美國 和荷蘭 即是有16個國家的海軍大集會 目標相當明顯 就是在區內沒有被邀請的中國 實情今次伊利沙伯女皇號航空母艦打擊群的航行路線 很大機會 會使經幾個巨有爭議的海域 分別是印度洋 南海 和東海 我最近 在彭博社看到了一篇文章 是由一名 美國海軍退役上將 叫做史塔萊迪 所寫的 他說 中國周邊有四大 火藥庫 分別是東海、南海、台海和印度洋 我覺得這篇文章也挺有價值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分析了 這四大海域 就是 中國和美國發生海戰的 四個潛在引爆點 先說就是台海 到底這位史塔萊迪 他的看法是怎樣呢 他就說 美國在這個區域上 採取長期的 戰略模糊 就是說 在軍事上 美國就說會 支持台灣 事實上也有對台不斷出售武器 但是 沒有作出一個很斬釘截鐵的承諾 一旦台灣海峽發生軍事衝突的時候 到底美國會採取何種的支援方式呢 這個一直都是沒有提 沒有白紙黑字寫明 就不跟美日安保條約 這位史塔萊迪就說 這個是一個危險的模糊 因為美國就沒有正式承諾要保衛台灣 可能會導致大陸出現一些計算 引發出更大的衝突 其實他這個戰略模糊的說法是沒有錯的 因為就算是大陸的官媒 也是這樣定性的 就是判斷得到美國 在對台方面 就是存在著長期的戰略模糊 其實大陸都一直在試探 一旦台海發生軍事衝突的時候 究竟美國是否真的會動手以軍事方式來支援台灣呢 如果大陸判斷不會 當然 只是發生軍事衝突的機會就是增加了 這篇文章就說 如果美國選擇以直接的軍事力量作出回應 此時此刻他仍然會認為 美軍會佔上風 但是趨勢就不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他就認為 在東亞四個潛在海上引爆點之中 台海就是最危險的 另外他就提到有日本和東海 他說日本和中國的關係 有著悠久而艱難的歷史 他就提出了兩個例子 第一就是發生在1894年的甲梅戰爭 第二就是1937年至45年的日本侵華 他說中日的歷史職願至今仍然清晰可見 其實 中日的職願不僅是在這兩場戰爭 中日第一次打仗是何時呢 真真正正是有規模的 不算那些在東南沿海的野貓式侵擾 就要數到 明朝的萬曆年間 1592年至1598年 就稱之為萬曆朝鮮之役 這次打仗其實是由日本方面發動的 當時 風神秀吉就名義上統一了日本 他就開始大上頭了 就想取道朝鮮來攻擊明朝 第一次打了一兩年以後 雙方就打到招頭爛額 各自都死了十幾萬人 於是乎就異和了 明朝的代表就叫做沈維敬 他就偽造了一份風神秀吉的行表 獻上了給萬曆 萬曆看完之後就說 很歡喜了 就說要封風神秀吉 做日本國王 但是其實風神秀吉就提出了七大條件 又說要割讓朝鮮一些土地 又說要將朝鮮王子送到日本做人質等等 但是在沈維敬偽造出來的行表上 一條都沒有反應 好了 後來明朝的使團就去到日本 即是所謂拆封 封神秀吉做國王 但是封神秀吉一看到 不對勁 為什麼那些要求 是一樣都沒有落實 於是 在他死之前的一年 即是1597年 又再發動了第二次侵略朝鮮 那次 最終為什麼會收皮呢 就是因為他自己也抓了 主稅都死的時候 自然 那些軍隊都是人心散緩 於是最終都是全遷 終於朝鮮就叫做守得住 那次 明朝也是慘性的 因為 明朝軍隊死了十幾萬人 而且導致 國富 大受損失 花了很多錢 那次就為之第一次 第二次就是甲午海戰 在戰爭之前 北洋水師 或者叫做北洋艦隊 給人一種感覺 就是相當先進和架勢堂 在東方世界上 首屈一指 因為真真正正 是學足了 西方那隻 船堅砲尼 只不過 學得到別人的浪 就學不到別人的餡 中間實在有太多貪官污尼層層落格 不僅是彈藥不足 訓練也有問題 加上紀律廢遲 在軍艦上浪衫的都有 總之就是超乎想像的 日本方面又如何呢 在1853年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相當震撼的事 叫做黑船來航 或者叫做黑船叩關 就是美國那些 鐵皮的大船 駛進江湖港 就是現在的東京 使得當地人是相當震撼的 原來 海軍的技術 已經是發展到這麼厲害的了 當時日本主要的海軍 都是用木製的船隻而已 後來日本在技術上 就急起直追了 經過了42年時間 最後就在甲午海戰上 一顯身手 將清朝打到希巴蘭 其實真的很厲害 40年的時間 半世紀都不到 由木製的船隻 開始學習到船堅炮利 還要打贏一個傳統的強國 使得日本終於 進身成為世界列強 也得到了西方世界的肯定 日本本身也是被人欺負的 也要簽訂一些不平等條約 但是後來沒有了 西方社會都認同日本 甚至在1902年的時候 英國和日本結成了同盟 這件事以往是未發生過的 一個歐洲的國家 和一個東亞國家結盟 肯定了日本的地位 以後日本和西方國家正式 平起平坐 當然清朝在打書仗以後 就派了李鴻章到日本 去到馬關簽了一條馬關條約 即是現在的下關 那些條款全部都是很辣的 這些就是 這篇文章裡面 史塔萊迪將軍所說的 中日的歷史職員 他就說 現今來說 在這個釣魚台 存在著領土爭端 但是 就有個美日安保條約 來頂住 這個條約 就是很清晰的 講得明白 這個範圍是涵蓋了釣魚台的 也得到了拜登再一次向日本肯定 所以 你說 在這麼多的海域當中 日本是不是最高危呢 肯定不是的 因為釣魚台有什麼事 美國一定是要出手 除非美國是單方面 維約 至於南海又怎樣 目前 全球有接近40%的海運 都是會經過南海的海域 當然 除了航運船隻以外 還有很多軍艦 除了中國 和周邊國家以外 不少歐洲國家和美國 都派了軍艦去南海 既然旺旺到這樣 發生一些 所謂擦槍走火情況的機會 就不是那麼高 因為太多人在那裏太旺了 好了 至於 這篇文章所提到的印度洋 那個的機會就更加之細了 因為如果中國要在印度洋 發生什麼狀況的時候 那個補給線也是太過長了 就算 中國在非洲的吉布台有一個 講口也好 距離真的太遠了 如果發生什麼事上來的時候 就趕不及 再加上 即使中國和巴基斯坦 伊朗友好 但是這兩個國家 到底是否願意 介入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軍事衝突 機會就不是那麼大 所以總的來說 所謂的海上戰爭四個潛在引爆點 唯一最大機會還是台海 好了 至於第二單消息 就是要說到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近日去了廣西進行考察調演 他在25號上午 到了桂林市泉州縣 財灣鎮的 紅軍長征雙江戰役紀念園 向雙江戰役的紅軍烈士敬獻花南 並且參觀了紅軍長征雙江戰役紀念館 習近平就說 雙江戰役是紅軍長征的壯烈一戰 是決定中國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歷史事件 紅軍將士是死如歸 向死而生 一往無前 靠的是 理想和信念 為什麼中國革命能成功呢 奧秘就是革命的理想高於天 最困難的時候能夠堅持下去 這樣才能夠不斷取得奇蹟般的勝利 外媒認為這段說話似乎有多少懸外之音 也可能是有感而發 為什麼呢?因為中國現在面對著一些 內外的壓力 在外部來說 當然就是要面對著西方國家的圍堵 無論在經濟上、軍事上或者科技上 至於在內部 中共十九屆七中全會 有可能在今年 年尾的時候舉行 如果真的舉行的時候 將會有可能 決定到 中共二十大領導人選 有外媒認為 一日未開會 可能還有變數 所以習近平提出了這番說話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